夏日炎炎来逛田尾的花式 这一间其实之前没有来逛过 好 这个是黄后兰 非常特殊的兰花 大型的兰种 第一次我看到这一颗黄后兰 是觉得它很特别 是它花式跟我以前所看到不一样 之前有斑点状的 有纯绿色的 有纯黑色的 这个颜色感觉就是差蛮多的 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样子都不一样 不过一样它可以看到说 它是黄后兰是处于大型的兰种 而且非常非常的大颗 那花梗抽得非常长 价位也不是很贵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虽然我没有买 它下面有很多的肥料包 这个应该是有机肥那种肥料包 不过我不太喜欢这种肥料包 有时候会容易把那个植株咸死 就看状况 如果它发酵起来的话 那个植株的根就受不了 所以那种肥料包 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特别是对于那种兰花系列 它的根部通常比较 没有那么的赖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花 你看它花其实是这种形状很特别 它的颜色是中间带有一条 那个脉络的颜色 绿色的脉络颜色 非常的特别 这个花色我还是第一次见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黄后兰属于大型的兰种 所以它的梗非常非常大 抽起来可能会到达100公分以上 那价位不是很贵 所以如果有机会你来这个填尾晃晃的话 说不定可以来看一看 我觉得价位还好 那当然它是大型蓝种 所以你一定要有空间 因为它叶子很大 蜘蛛很大 所以其实这个这种蓝种 蓝种其实是比较喜欢阳光的 那基本上你看它的旧枝 人家会把那个叶子剪掉 对不对 不过这种肥料我还是建议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要用肥料的话 对于石乎兰系列呢 它的那个根系比较耐肥 那对于某些兰花像蝴蝶兰系列 如果你用这种有机肥 很容易把植族咸子 特别它发酵起来的时候很危险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蓝种呢 好这个呢 非常可爱对不对 垂头形态的那个兰花 这个是夏日檀香 那当然这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你看形态又不太一样 我们之前看到夏日檀香 有些是展开的 这个就有点合合 就合合的 这跟个体有很大的关系 那夏坛呢 其实是现在目前的檀花 大概可以最多可以开到七月多 有些个体甚至可以到七月多左右 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缺点 因为它开在正夏天的时候 所以它的花期不是很长 如果你春天开的檀香 是花期是比较长一些的 那在现在正热的时候 像今天可以热到很热三十几度以上 这种天气的花的时间都撑不久 除非是拖鞋还一累了 它可以撑比较久 那但是这种檀花系列的撑不了很久 最多两个礼拜多就很不错啦 因为这种兰花开在夏天 就是麻烦点就这样 它花除非你放到那个冷气房去 它就可以撑比较久一些些 跟代谢有关系 好 我们来看其他的 这个是四季 四季兰 兰花的惠兰鼠的 应该是四季吧 反正这一类兰花很便宜 价格很便宜 里头很大颗很便宜 然后有粗衣个体 而且每个业衣又长得不太一样 非常的好看 那当然呢 这个过一阵子是现在慢慢已经有开始四季在开花了 有很多的这种惠兰鼠的目前在开 像我有一颗惠兰最近也准备要抽花芽在开 在惠兰之大部分都会香 所以这惠兰鼠的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通常都带有香气 那很便宜 可能几百块 甚至不到一百块就有一颗 好 我们来看其他的 好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雪中红 雪中红这边有卖一些小苗 雪中红呢 是冬天开的18榜 就我们刚才看了夏日檀香 你可以叫这个是冬天檀香 雪中红的意思就是 雪就红色白花红芯 那雪中红这个品系呢 大部分都在12月开 12月到1月左右开 正冬季的时候开 它是很特别的一个石湖兰品系 你看这边有很多很多那种小苗 现在因为夏天的兰花比较少 所以最近小苗都出来了 如果要种小苗的话 可以来找找看小苗 目前在田尾的兰元 大部分都会看到小苗的贩卖 那这颗非常的特别 盘龙加上黄贝 就我没办法想象说 他们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个体 所以我买了一颗回去 盘龙加黄贝 这两个你看天差地远的东西 真的是形态也不太一样 花色也不太一样 有一个有虚虚状 一个没虚虚状 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两个 交起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好OK 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看这边很多很多的那种小 像这个大兴 大兴 施大兴是很有名的一个品系 粉红色的个体 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也是施大兴 但是这一批里头 我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雪中宏 跟盘龙加黄贝这两个个体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